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大拇指向外偏移 导致外侧跟第二指发生一个挤压 然后它这个甲构这里就有一点红肿 明显的嵌甲还在里面 然后它的所有指甲都剪得比较短 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指甲宁愿把它稍微留长一点也不要剪太短 剪太短了之后肉一多就容易把它这样包进去 形成了一个肉包甲 好 我们现在来消毒 然后来修除 小弟弟你这个是平时自己在家里剪的还是 自己弄的 每次都是自己弄的 好 我们这个刀片是一次性的 等我给你修的时候 你疼的话你可以 但是你不要动 你一动的话就容易修伤 忍一忍的话一会就过去了 好 放松 好 放松 不疼吗 有一点 忍一忍 出来了 好 OK 出来了 签的还不是很多 但明显的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尖尖 这个就是签进去的指甲 出来了 我再给你检查一下 你里面还是有一个发炎的情况 然后你这三天之内都不能沾水 好 甲构的死皮呢 也没有多少 OK 这个过程不疼 你不用担心 好 塞入无纺布 第一个作用是隔离这个指甲和甲构 第二方面呢 就是躲住一些脏的东西侵入进去 这个补仿布你不要动它 它自己会掉出来的 好 OK 好 给它包一个纱布 然后用自粘袋给包起来 这样减缓这个大指头的一个压力 因为它这个挤压的造成的 所以要减缓它的压力 包三天 三天之内不要沾水 三天之后把它自己把它拆掉 如果有问题的话 在等会扎一个微信 可以在上面问我